Hello,我是杰斯 我今天想总结一下我最近购买的一些比较冷门的 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的 但是确确实实改变了我的生活 点亮了我人生的那些产品 我们来看第一款产品 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吗 这边有字 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吗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 可能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色情对不对 但是它跟色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是一个头皮按摩仪 怎么使用呢 就是你头发在湿的时候 把它打开 这样这样这样去按摩你的头发 为什么我的后背已经开始痒起来了 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铁丝一样的这种 抓头发的这种痒痒挠 有见过对不对 这个按摩仪和这个痒痒挠完全不一样 这个痒痒挠它是有一种 哎呀我好痒 我挠一下 然后好爽挠到了那种感觉 这个不是 这个东西在你的头发上 越用越酥 越用越麻 越用越痒 就完全停不下来 我在说什么 等一下等我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你可以在洗头发的时候用 让你的头皮清洁的更彻底 你可以在洗完头发之后用 按摩你的头皮 放松你的身心 你可以配合一些护发的精油 头发的增长液等等 让它更好的吸收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用处 你有的时候上了一天班或者是上了一天课 可能神经很紧绷 可能注意力太集中 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入睡对不对 用它就能够很好的放松你的身心 哎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在介绍这个产品 我后背就一直在麻 你们看出来了吗 我很喜欢这款产品 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就是它这个按摩头和这个按摩振动的频率 我觉得比如说你按摩头再松散一点 然后这个弧度再大一点 然后那个按摩的摆动的方向啊 然后你懂得再加上振动啊 可能会更好啊 我期待它有二代和三代 这一款产品我提前跟你们说好 它是一款三无产品 没有生产厂家 没有生产日期 没有什么质检报告 什么都没有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纯的乳木果油 乳木果油是什么 你只要稍微 这个味儿真难闻 你只要稍微懂一点成分 你就应该听说过这个东西 在什么面霜啊 身体乳啊 护手霜里面 或者是润唇膏里面都有这个成分 这一罐纯的乳木果油 差不多是三四五十块钱 我不太记得了 把它涂在什么地方呢 我一般是在护肤的最后一步 把它涂在手上 关节处 跨关节啊 然后这个肘关节啊 其实用量很省 每次用两个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了 本来我没什么感觉 但是那天我在录故宫那期的时候 我就在阳光下看我的手 我发现 我之前这个手上这个纹其实蛮深的 最近这样一看 少了很多 淡了很多 这个纹都平了 我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我没有用什么其他的东西 那就是这个乳木果油的一个功效 它用完之后 不是那种很好吸收的 上面就会有一种油油腻腻滑滑的感觉 如果你比较建议这种感觉 如果你怕蹭的到处都是 那你别买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它有很好的修复 锁水 不是补水 是锁水的功能 所以把它当成什么身体乳 护手霜 涂涂涂 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好的 虽然它是一款散物产品 我反复强调了 如果你介意 你就别买 如果你不介意觉得 我就是涂涂手 涂涂身上 觉得可以试试看 你就试试看 很便宜 因为价格的原因 很多身体乳和护手霜 它不可能加很多的乳木果油 你买一些纯的东西 把它自己DIY一下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看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这种 叫什么来路不明的产品 我告诉你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些彩妆品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 我今天化的妆挺好看的 怎么一出门 我一照镜子发现自己这么老气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我今天涂了一个很贵的粉底 然后又定妆又怎么样 但是我一上彩妆类的东西 比如说腮红 比如说眼影 比如说高光这种粉状的东西 就会让我的毛孔显得很粗大 甚至会有那种一坨一坨的干纹 或者是那种死皮卡在旁边 就很尴尬 或者是我今天想涂一个 我不太常用的腮红 突然发现 不太适合自己的肤色 就觉得显得自己气色不真好 或者整个妆容非常的脏 这些困扰是我们每天化妆的时候 都能够遇到的对不对 最近我发现一些非常神奇的产品 它上手的难度非常低 非常容易就能达到一个 非常漂亮的妆效 而且那些卡纹干燥 或者是老气脏脏的现象 完全不会出现 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膏状的产品 我手里有这种气垫的高光 还有这种眼影膏 还有这种腮红膏 当然这个腮红膏 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这个腮红膏 腮红和眼影都用了 这个颜色虽然有一点太盈光了 但是这个质地和妆效 还是我喜欢的 这些产品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第一 它是非常湿润的 非常有光泽感的 它不会让你显得老气 第二 无论你的皮肤状态好还是坏 不会有那种卡纹 让毛孔粗大 然后让你的皮肤看起来不好的现象 如果你们在化妆的时候 经常遇到我之前说过的那三种问题的话 去把你的一些粉状的东西 换成这种膏状的东西 然后再上脸 你就会发现不一样 那你可能会说了 哎呀杰斯啊 这种东西干皮用起来好 对吧 它保湿 但是我是油皮啊 我用这种东西会不会不太合适呢 会 它会很容易脱妆 颜色很容易掉 而且你油皮要用散粉定妆 对不对 这个东西如果在散粉之上涂 它的效果会没那么好 我自己皮肤本身是挺爱出油的 我是混油品 但是在秋冬的季节呢 我也会放弃散粉 而是用定妆盆舞 这个时候用这种产品 效果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会把这些产品的名字都打出来 质地都是没问题的 颜色你们自己去挑一挑 好不好 好 我把三款产品放在一起说了 这三款产品都是我最近出街的一个秘密武器 就别人都会说 哎你今天多大了 我说我今年 嗯嗯嗯嗯嗯 那么大了 他说啊 你有那么大吗 看起来还是学生 你是学生吧 你别骗我 然后你说多大就是多大吧 就是这种 哎 湿润的光泽感的一个妆容 就会有一些减零的感觉 当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就会不自觉的去搜罗这些 减零的妆容的画法 或者是一些半嫩的诀窍 没办法啊 呃 我想想还有什么产品比较特别啊 呃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有说过 我最近不再用电动牙刷了吗 因为那个电动牙刷让我的牙龈有一点点萎缩 然后我换成手动的牙刷了 我不确定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的个例 但是我周围也有其他人用了电动牙刷牙龈萎缩 所以你们自己小心一点 看看你的电动牙刷 有没有造成你的牙齿一些损伤 什么叫牙龈萎缩呢 就是你这个牙龈往回缩了 然后你能明显感觉到 你牙龈和牙齿的交界处有一个棱 有一个横杠 然后你用手一拨就会发现 哎 这个棱还往回凹的挺深的 这个时候你的牙龈就萎缩了 好不好 然后如果你用的电动牙刷纸张比较好啊 或者是你刷的方式比较正确 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就不再用电动牙刷了 我换成这种手动牙刷了 这个手动牙刷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日本原装的 但是他说他是日本的 很好用 他这个尺面很宽 去刷一些咬合面的时候 能够很好的去刷掉咬合面的这些污垢 另外呢 他这个毛啊 又细又韧 能够很好的剔除掉你牙缝之间这些污垢 这个牙刷很好用 推荐给你们 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贵 但是他这个使用感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 刷牙的时候一定要竖着刷 一定要竖着刷 然后我右手边这个是舌胎刷 我以前都用牙刷刷舌胎 但是刷着刷着没几天 那个牙刷就会炸毛 然后呢 刷的还不是很干净 这个舌胎刷很神奇 它这个毛啊 和这个牙刷的毛有很大的区别 你轻轻的这样一刮 你舌胎上所有的脏东西全都会刷下来 这样的话 你的口气会更清新 你的这个什么舌头会更干净 这种口腔喷雾 包括漱口水 平时都可以用起来啊 还有几样小东西 但是我觉得 第一它可能没那么冷门 就可能大家都知道 第二呢 可能不至于达到那种改变你人生的程度 今天这几个产品 如果你有相应的诉求的话 真的很建议你买来试试看 它真的对我的皮肤 护肤流程 甚至是妆容有很大的改变 你们双十一也好 双十二也好 我反复告诉你们 就是理智消费 不要冲动消费 不要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今天我推荐这些产品呢 我很担心就是我这边真的很喜欢 我自己觉得很好用 但是你买回去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所以你要仔仔仔细的听我说了什么 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 我之前推荐过那个曼秀雷敦OXY10的 叫什么去豆糕 我那个用完了 我有去淘宝店再去新买一只 我就看那个销量最高的淘宝店 有很多人是听了我的推荐去买的 然后有的人说好用 我也看到有的人说哎 过敏了 那个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说那个曼秀雷敦的去豆糕的时候 它是刺激的 它是要局部使用的 它是不能每天都用的 你看任何一个人的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听得出来前因后果 听得出来一些条件 然后再决定这个产品你要不要买 别一听啊 这个东西好用 我要买我要买 捷斯推荐的我买买买买买买 结果拿到手里之后不好用 我很怕这种情况出现 因为这对你们来说也是种伤害 经济也浪费了 然后感情也浪费了 对不对 那今天视频中就是这样 可能你会觉得 今天视频好像没说什么 但是这几个东西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你去试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知道这种改变人生的 很冷门的小东西的话 欢迎来介绍给我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天哪我的妆都花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视频录的特别不顺利 录的第一遍的时候 那个妆有个地方没晕好 第二遍的时候 相机突然没电了 第三遍的时候 我的妆就已经花了 我这些又是重画的 然后我这还起了个大炮 今天还健身了两个小时 整个人滴血糖了 现在头还是晕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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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